事情是这样的 之前我让闺蜜参加了 两次首帐考试 它的成绩从这样 25加一个 等待你们打分的创作题 进步到了 就是57.5 加一个等待打分的创作题 这一次 它还能再进步吗 OK那我们又来开始考试了 有没有什么宣言 我感觉考个60分就够了 60分万岁 不是应该挑战100分吗 对自己还算有自知之明的 100分不太可能 那现在就开始考试吧 OK第一道选择题 超简单的 下列哪个人物是肉球 你有认错过的肉球 我知道 上次把他认成了小马属 是你是吧 是吧是吧 你上次认成组到 对不起 好第二题 著名手帐IP小马属 属于下列哪个社团 这个我也知道 我是B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必须的 好然后判断题 判断下列信息是否正确 一 闪闪与提拉高 两个IP出自同一个手帐社团 正确吗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什么叫手帐社团 遇到不懂就打错 虽然不会做 但是掌握了一些考试选学 用于给教带拉图鉴的本质 叫做离型纸本 这个我知道是对的 第三题 这个IP人物是木子里 木子里好像有这个闪吧 长得也不太像 应该是错的 这个跟闪不闪没关系 这个是古卡贴纸 度了一层膜而已 原来是这样子的吗 然后是填空题 第一 写出任意一个手帐社团的名字 这不是前面可以直接抄吗 前前一个送分题 是的 第二题 写出任意一卷小马属 童话系列交代的名字 这个我还真看过你的视频 哎呦 有点东西 是的 好 写出任意一个手帐博主的名字 这个分送的有点明显 问题是你的全名叫 你忘了我的名字 那直接扣100分了 你写不出来 就扣100这题 不要打问 又在激怒先考老师 然后第四题连线题 正确连接手帐交代及其IP名称 首先 卓大王 我觉得我跟你是原家 这次要是再把你认错了 那就 然后这三个 为什么没有小马属 我的小马属在哪里 小马属在你的 好分题 是的 既然他叫橙子 那他的头发是橙色的 就只能选你了 然后 他的眼睛是bling bling的 那就散散了 剩下一个就咚咚这样 逻辑很清晰 最后一个创作题 从以下交代中选择 至少一个应用在排版中 你先说一下你要选哪一个 都说了小马属 是我的保底分 我不选他 对不起他了 好的 于是这位考生先添了两张小马属 又加入了变迁 和不点小胶带 最后 搭配上字数和小点缀 OK 最后一道创作题也完成啦 我们一起来期待他的成绩吧 事情是这样的 这次 我又准备做暴招式手杖 突然 我妈出现在我身后 你这是在干嘛 呃 我 我做手杖啊 你这是做什么手杖 呃 我 我做暴招 呃 不是 呃 沉浸式手杖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拿出这块板子 就是要做你那个什么暴招式手杖 吵死了 这个板子 我没收了 给你买了一卷新胶带 你好好做个沉浸式手杖 啊 这 我妈居然给我买了小马属的 汪肥猫润 新胶带 那就一起来做个沉浸式手杖吧 干嘛 干嘛 黄皮 滴蛋 沸騰 黄皮 冰冷 卵 现在的一个成绩是20加零加零加五 所以就是25 不服气的塔 苦学手杖之事 决定再考一次 试诀给你准备好了 这次我一定会考好的 上次你手考到80分就请我喝奶茶 这次有什么奖励呢 早就准备好了 我买了这款玉兔红蛮脑手链 小众的国风设计又甜又萌 还融入了铜钱跟扶牌的元素 以及可爱的玉兔造型 寓意整张柴纳服前兔美好 只要你这次考到80分 这个就送你了 这个红蛮脑手链光子好好哦 不会很贵吧 还蛮胜肤色的 同款就在评论区 得物只要100多一些 还有机会抢千元无门槛优惠券 还是品牌直发有正品保证 现在活动很多 美妆护肤也比平时便宜不少 上次考试翻车后 我回去可是有好好看你的视频了 这次我一定能成功 把奖品带回家 开始了 选择题 项链哪款胶带于小马属 属于同一社团 哈哈这个我会 因为我记得上次好像做过 是你 是吧 我还记得你的名字 白盖熊 好 好第二题 下列哪个人物是卓大王 这题应该不会猜错了吧 我记得上次把小马属认成卓大王 真的是尴尬 是你 等一下 不是吗 我不知道 等等等等 第二题 甜控题 请根据提示补全首带IP的名称 这个 阿玛 你来的 读法我记得是这个 可是是不是这个利 是不是呢 这个手法 这个我也记得 上次你还骗了我 他一个 是这个拉法 嗯 然后 嗯 就是刚刚说跟小马属一个是谈的 是你 然后 肉球 哈哈 写错字 那个刚刚这次不会错了 确定这个我认识吗 这个比较难啊 切 随便猜一个吧 不知道切膏吧 切西瓜吧 好继续 写出任意四个手带工具的名字 这属于送分题了吧 笔 包 然后 变切 我这次记得这么些了 然后还有 没错也是上次写过的 点点 这样 然后是 做手带并配的交代 是吧 判断题 判断加戴雨下方的IP名称是否对应正确 第一个 好像是小马属吗 是吗 是吧 我不知道 肉球 我不知道肉球长什么样子 先跳过 多多将是谁 我好像没见过你 跳过 然后 我想提问老师 你的理是特意写错的还是 被你发现了我的陷阱题 这么说 就是错的 然后 按照上一次的逻辑呢 两个错应该两个对 可是为了 极高正确率 不知道的 我打算一定全错 最后一题 创作题 请再规定区域内创作一篇手带 无限制自由发挥 要放了 这有什么帐篷节 这位考生 纤维了个绿色花边 再撕下同色系的可爱贴贴 最后贴上点小装饰 创作题就完成了 这次 他能考及格吗 手帐富婆孤脸 V.E.S 手帐穷婆孤脸 穷婆拿出孤脸素材 没错 我的孤脸素材 依然藏在满满姐姐确实长得很勇气呀 还有这过于疼松的头发 不知道孤出来是什么样呢 孤脸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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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套没疼风的孤脸套子 那么多美女的小姐姐 我要用哪一个 营过穷婆呢 穷婆开始孤脸 先来个放大双眼的魔法 然后粉底扑一扑 这稀疏的眉毛补一补 哎呀 好像画得太粗了 不管了 扎个眼影挽救一下 再把眼线画上 眼睫毛带上 这这这个妆有点凶啊 涂个口红柔和一下 啊 这 柔和了吗 算了算了 先把这蓬松的长发给她梳梳 卷发棒来烫一烫 哇哦 换上这身白色长裙 没有女神饭诶 诶 怎么还有一套衣服 那就换上试试吧 啊 这这这 怎么突然变成男生了 这一下算是孤了两个人 数量上 营过富婆了吧 富婆开始孤脸 选来选去 今天 来拆这一套吧 就孤这个 一看就很贵气的千金小姐姐 首先是发型师 Tony出手 染一桶美丽的金发 接下来 是化妆师出动 戴上清澈的蓝色眼珠子 搭配蓝色 搞错了 再来 搭配蓝色的银点 和浓密的睫毛 再姑姑粉嫩的蠢色 然后点上灵魂腮红 最后是服装师出场 给我的贵气千金 白一套紫色小裙子 再戴上精致的珍珠项面和小耳环 收尾的一壶迪结头饰 哇哦 这绝美的千金公主 英雄婆绝对轻轻松松吧 你们更喜欢谁姑娘 这绝美的千金